我说这不询一句是年度最佳 应该不会有人犯对吧 你看 它上线第二周 就迅速把把网飞全球非英文聚集榜 以及德国本土聚集榜 稳坐榜数的位置 共计在27个国家的榜单上 进入前10名 豆瓣评分也是8.1高分 它是根据德国总销售量破250万册的 年度冠军畅销销售改编 更是由奥斯卡影帝 汤姆·西林作证 我可不是在乱吹 不信就来跟我一读为快 迪梅尔 顶级律师 要说她的专业能力排行第二 那肯定没人敢成第一 就凭她的头脑和手段 当地这名黑手党老大德拉干 心甘情愿让她全权负责所有业务 当然都是非法的 对方只要一个动作 一个眼神 迪梅尔就得为她安前马后 可以说从不敢生出二性 并且迪梅尔这个人很善良 不逼那一个小生命 她都非常真实 从不伤害 可就是这样一个胆气又心软的人 却在这天亲手将她的雇主 德拉干 扔进了碎木鸡 到底发生了什么 竟然让迪梅尔做出如此 翻天覆地的改变 事情还要从三个月前开始说起 黑手党的一个手下 大胡子因为抢劫珠宝殿 即将获罪拘留 有人正有监控 按理说这个罪行是逃不掉了 但迪梅尔却歪曲事实 将大胡子描绘成一个 失足犯错的无辜人 再三保证她不会再犯 为了使黑手党的损失降到最低 迪梅尔谎称 大胡子每个月薪资只有1500欧元 说完还掩饰暗示大胡子 让她藏好手腕上价值百万的手表 就这样 法官同意 只需支付低至3000欧元的保时机 迪梅尔帮德拉干和她的手下 摆脱了不少麻烦 这份工作的待遇肯定不差 可不幸的是 常去忙于工作的迪梅尔 缺少了对家人的陪伴 总是很晚回家 甚至错过了女儿的生日派对 这次 妻子男的没有跟她争吵 而是给她推荐了 名为正念的课程疗愈 宣传语是 让内心平静 让外在和解 确实迪梅尔不管内心外在都无法安宁 她在家不受妻子待见 在绿水时常被排挤 就因为她一直在为黑手党干脏活 同事们的清雇宴从不邀请她 前她也因此常常嘲讽她 所以不管是出于对家庭的愧疚 同时也是想要改变当下情况 迪梅尔决定接受妻子的提议 中午11点左右 比约定时间晚了20分钟 迪梅尔才赶到正念课堂教室 教授晓了三分钟才开门让她进屋 短短对视经验之后 教授便说出了对她的剖析 比如 她总是让别人左右事情的优先权 就像昨天是应该保释大胡子 还是应该左右回去给女儿庆生一样 又比如她无法忍受安静 听到这里 迪梅尔有些诧异 没想到这人还真有两把刷子 迪梅尔对教授说了自己的苦恼 一天的时间对她来说完全不够用 她总是马不停停 闲不下来 公司 黑手党 家庭 各方因素导致她越来越敏感 和女儿相处时间上 老婆不欣赏她 同时也不喜欢她 而她所说的这些事 都是典型的压力症状 迪梅尔被晾在门口的三分钟 一直在想法庭上的事 律所的工作 客户的要求 如何和女儿相处 以及和太太的最后一次争吵 短短三分钟 她的思绪至少同时在五个 和她情感密切相关的地方 但实际上 想的这些事对她的现状 没有任何帮助 而所谓的正念 只站在门前 就只是站在门前 思绪不应该飘上其他地方 总而言之就是 屏蔽掉和此时此刻无关的事 管理情绪 活在当下 教授传给她一种呼吸技巧 呼吸即是正念的核心工具 专注于呼吸 这等于建立起身体与意识的联系 能感受到空气的流动 触摸到某样东西的触感 以及听见平时容易被忽略掉的声音 这样能有效降低 负面情绪对身体和意识的影响 专注于当下所积极的事物上 迪梅尔按教授的指引 每天练习正念之法 也学会关掉手机 在和家人相处时不产生工作的杂念 久而久之 她为女儿打造出一个 无人能打扰的时光岛 甚至决定和妻子分居一段时间 以帮助她更加深几种专注的状态 长达三个月的正念课堂结束 这段日子以来 迪梅尔和家人的关系完全改善 今天本来说还要带女儿外出郊游 妻子再三叮嘱 要让女儿远离迪梅尔伺候的那些黑手的 可车子刚开到半路 迪梅尔直接到黑手当老大 德拉干的来点 对方说了三个字 冰淇淋 这是迪梅尔和德拉干的秘密暗号 意思发生了很严重的事情 不管迪梅尔在那 做什么都必须马上见面 于是迪梅尔临时改道 马不停蹄回了绿所 想她又开始嘲讽 说她只是个普通员工 不是合伙人 不想有保姆待遇 所以没人能为她照顾女儿 在女儿面前被如此贬低 迪梅尔怎么能忍 她不甘示弱回击 将前台从家事到工作贬低了个遍 说吧 前台愣住了 而头一次打来圣诞的迪梅尔 骄傲地领着女儿去的其他办公室 拜托其他同事照顾 绿所底楼有层冰淇淋店 两把钥匙 一把在迪梅尔这里 另一把则在德拉干手中 她如此紧急叫迪梅尔在秘密基地见面 是因为前不久记得二把手 托尼的消息 有人在她管辖的地旁闹事 当时黑社党总共划分为两大势力 一派是德拉干的人 一派则是鲍里斯的人 两方谁火不容 据说 闹事者就是鲍里斯的手下 德拉干一气之下嘎了肇事者 这种做法就是在打鲍里斯的脸 更关键的是 现场刚好有一群学生 乘坐大巴车外出沿巡 足足五十个人 都派下德拉干行凶 以及他冲上车威胁的全过程 并且当时还发生了一起爆炸 如今闹得满城风雨 德拉干已经成了通缉犯 警方正在搜捕有关他的行踪 但这件事的疑点实在太多了 首先 德拉干调查到 鲍里斯的手下根本没有闹事 这是个彻头彻尾的假消息 谁犯的消息 目的是什么 其次 德拉干是半夜在停车场行凶 什么司机会在这么晚的时间 载着一群学生看到停车场 怎么看都觉得有鬼 但现在去想这些已经来不及了 事情闹得这么大 就算迪米尔这种顶尖律师 也无能为力 他建议德拉干要么自首 要么躲起来 而这两个随口说出的提议 竟将迪米尔也拉下了水 在德拉干的威胁下 迪米尔不得不同意 带上女儿一起做掩护 将德拉干送到他们一下的湖景别墅 反正一开始迪米尔也是想和女儿 在别墅那边交友 女儿是迪米尔的逆力 让他陷入危险中 迪米尔本来就很不爽 德拉干和他沟通时 又三番四次叫错女儿的名字 这样迪米尔瞬间急了扎心 三个月的正念课堂 让迪米尔学会如何沉下心来 他掩盖所有的情绪 在黑手党手下 萨莎的掩护下 帮着德拉干藏进了后备箱 毫不意外 刚出停车场就一上前来调查了难警 但迪米尔常常和警方打交道 早就摸清他们的套路 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 他们是无权揽下私人车辆的 三人两鱼打发了难警 一路畅通无阻 再无意外 女儿开心地插了一份礼物 是指挥模仿人说话的玩具小鸟 看着女儿的笑颜 迪米尔意识到 为他付出一切都是值得的 不过片刻 汽车行驶到湖近别墅 德拉干热到忍不住吹打汽车 迪米尔本想赶紧放他出来 可听到女儿欢快的呼喊声 迪米尔突然想到证件课堂所教的 应该活在当下 工作就是工作 生活就是生活 现在他应该保卫 为女儿打造的时光岛 抵御每一个入侵者 于是 迪米尔将车钥匙 放在后备箱上 转身投入和女儿的玩耍中 那天剩下的时间里 后备箱被他抛到了光年之外 酷暑导致烈日下的后备箱 加入了足够58摄氏度 一小时后温度直接翻了一倍 德拉干的叫骂声逐渐转为求救 声音越来越弱 到最后 一切都安静了 迪米尔坐在湖边享受美酒 一艘小船的船夫向他打招呼 如此美好又惬意的亲子时光 总是过得很快 天亮后 一只乌鸦停在窗口 仿佛是在催促着什么 今天迪米尔就要送女儿回家 刚打开车门 一股浓烈的臭味扑面而来 迪米尔这才想起 他好像忽略掉什么事了 但没关系 毕竟妻子还在家里等着他们呢 迪米尔甚至待人地和妻子待了一个下午 才悠哉悠哉地去车离开 可没想到 一辆车舰直接横在了后方 是德拉干的二把手 托尼 以及手下萨莎一起 来质问迪米尔将德拉干藏到了哪里 迪米尔头脑风暴立刻想出理由 既然德拉干要躲起来 肯定不想任何人知道他的藏身处 两个手下都是信了这个借口 没再多问 别放迪米尔离开了 但走之前 萨莎留下了一句话 别忘了你的女儿 这句话简直要将迪米尔下的魂飞破散 后备箱的东西就像个电视炸弹 再不处理就来不及了 于是 迪米尔又合了湖景别墅 总算让关在里面的人重见天日 刚一打开 一股抚慰直打鼻枪 他忍着剧烈的恶心 盖上手套防止留下指纹 在地板上破了塑料防尘布 穿上一身雨衣 搭建好简易工作场地 模拟着正念课堂教授的呼吸法 全身心投入到接下来的行动 之后的每一个动作 就像切蛋糕那般简单 将零件放进顺目机 便是这场行动的最后一步 可中途迪米尔突然停下动作 德拉干的大拇指 有一个特殊的疤痕 他的指纹是给手上 签署重要信息的印章 留着还有用 至于无名指南与取下的戒指 顺目机可随不掉 未避免留下任何线索 迪米尔也将无名指留了下来 他冷静地抹出了除两截手指外 其他所有痕迹 德拉干身上无法烧毁的皮带扣 也被洗手扔进了湖中 殊不知 前一晚和他打招呼的船夫 是警方派出的卧底 已经派出他在湖警别墅的证据 负责案件的女警正查阅照片 连时收到保姆发来的信息 保姆的工作时间已经到了 女警必须立刻回去接孩子 这天夜里 迪米尔望着燃烧醉症的篝火 引久消遣 还来不及清醒事情的终结 一只乌鸦被血腥味吸引 停在两截手指面前 他不顾迪米尔的虚感 凋习戴着戒指的无名指 彻底引入丛林 迪米尔没有将这个小插曲放在心上 他把余下的那截大拇指 保存在新租工艺的冰箱里 就是像个没事人一样上班 比较拉干行胜的是人士头半头条 迪米尔只能用呼吸法 只感心里的紧张 黑手党手下 半胡子 邀迪米尔在动物园里见面 据说是查到了 德拉干在停车上情深的真相 但得知大胡子正在和迪米尔联系 托尼看上去似乎有些不爽 迪米尔刚到绿所 前台就一脸嚣张地通知他 上级正在会议室里等着呢 警人针对他之前带女儿来绿所 并羞辱前台的那些大肆批评 说到底 其实也不过是 看不起他为黑手党做事 借机借私奋罢了 迪米尔不慌不忙 找了纸桌上的报纸 头条的这位客户 德拉干 已经成了整个城市抨击的对象 而绿所的钱大部分都是靠 给德拉干干脏活来的 一旦让媒体知道 那整个绿所怕是都要被掀翻 但迪米尔可没有影响 因为近些年对他的针对 导致他到现在 都还不是绿所合伙人 只是一个普通员工 甚至身份可能都不如前台 随时都可以出身离开 此言一出 上级们也不嚣张了 反而学问梅迪尔有什么建议 这好吧 反正他不喜欢这家绿所 绿所也不喜欢他 那就痛快一点 月底就终止在绿所的雇佣合同 让他成为自营职业者 而德拉干这位大客户的所有单子 以及签下的全权委托书 也会跟他一起离开 对了 绿所还必须赔付迪米尔 足足十个月工资的前三费 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但是关律所生死存亡 几位上次仅仅考虑了十分钟 便同意了迪米尔所有要求 托尼数次打雷电话被迪米尔拒接 只好派萨莎出马 他跟着迪米尔一起上了地铁 说起最近没有收到德拉干的指令 整个帮派都乱成一锅粥 迪米尔虽然顺利打消了萨莎的怀疑 但对方说的一句话倒是提醒了他 指令 长期都不到指令会让黑手党起疑 而有个东西则是德拉干在试试 下达指令的必别条件 纳根有特殊疤痕的大拇指 长期放在冰箱里并不能够防腐 迪米尔费了一下午时间 做了一个硅胶假手指 试了试印章 可真的一模一样 看来又能生出很多麻烦了 迪米尔在车上找到女儿留下的玩具小鸟 将德拉干猜见顺目机几件事 不能告诉任何人 而没有意识的玩具 就是迪米尔最好的树洞 他一遍又一遍重复说着 手机此时传来提示 是大胡子再次要他见面的信息 与此同时 大胡子正在动物园里等待 早就过了约定时间 迪米尔始终没露面 就在这时 一把上膛的枪突然出现在他身后 当迪米尔赶到动物园时 警方已经管控了案发现场 随着女警投来的视线 迪米尔心里生出一股恐惧 就念课堂曾教授过 恐惧神物呼吸法 同时也能让自己专注于当下 几次深呼吸后 他试图向女警解释 自己只是路过 和案件没有丝毫关系 但女警显然不信他的说辞 还危险要申请搜查令 去看看他新租的公寓 这就坏了 纳吉大拇指还放在冰箱里没有处理 迪米尔强装正定敷衍几句离开 走出女警的事情就开始狂奔 他要在搜查令下来前 赶紧扔掉手指 偏偏就是这么不凑巧 托尼一直联系不上他 凶神恶煞地找到了公寓 前击之下 迪米尔将大胡子藏进了口袋 恶犬的鼻子很灵 一旦受到什么不对劲 就会发动攻击 显然他是被迪米尔身上的腹肉为吸引 趁托尼去尸手间的控制 迪米尔牺牲一技 将大拇指接位给了恶犬 等托尼走出来时 证据已经被全数消灭 而他也给迪米尔下了最后通牒 三天后 必须收到德拉甘的讯息 但很快 新的意外又来了 纳杰带有戒指的无名纸 被乌鸦扔进了露天餐馆的酒杯里 新的一天 妻子有急事 一定要见迪米尔 起因是他一直为黑手挡干脏活 名声在外早就臭了 托管机构不肯接纳他的女儿 而妻子有即将去新公司上班 肯定无法时时刻刻照看女儿 这个重担就落在了迪米尔身上 此时托尼又打来电话 迪米尔本就心情烦躁 二话不说便挂断了 他想去托管机构服人求情 结果可想而知 园长一看到他 就请他吃了闭门羹 软得不行 那就来硬的 迪米尔了解到园长在社交媒体上 自身环保大事 可实际上他们的环保产品 让实际的废物量翻了三倍 并且还非法招募员工 这可是重罪 于是 迪米尔在报纸上传出几句话 用大拇指模型盖了印章 便去了工业和萨莎见面 迪米尔首先推测 到底是谁对大胡子下的手 怀应该是另一个黑手党 鲍里斯为了给手下复仇 但萨莎却说了近日的消息 托尼已经好几个星期没有交账 他说是鲍里斯派的手下闹事导致 所以德拉甘茨健在回去停车场 突袭鲍里斯的手下 这件事同时也是大胡子 想要告诉迪米尔的 可如今他被灭口 凶手是谁 想必不言而喻了吧 而这也就意味着 大胡子打电话 邀迪米尔见面的时候 托尼可能已经监听了迪米尔的手机 并且他老实吹牛说 有个警察在帮他做事 这人绝对存了篡位的心 迪米尔倒是没先行管黑手党的争斗 他冒充德拉甘的指令下达任务 报纸上圈出来的话 大概就是让手下们拿下托管机构 虽然这件事不符合德拉甘的比例性 但毕竟指纹印章在呢 萨莎也没怀疑 再加上他在帮女友照顾两个孩子 能有个托管机构也算好事 迪米尔打算验证一下托尼的立场 他发消息通知对方说 德拉甘正在公寓里等他 当然 这个地址并不是迪米尔的 最后去律所办了手续 告别了一项合不来的几位上司 刚准备离开 迪米尔就看到前台晕倒了 原因是他刚接到警方通知 有人在他公寓里 扔了一枚手榴弹 炸得渣都不剩 没错 迪米尔给托尼报的地址 正是前台的家 泄愤的同时 他也确认了一件事 托尼是真想要德拉甘的命啊 但托尼本人肯定不会承认 他狡辩说 鲍里斯在警局里有内线 肯定是他让人拦截的信息 看迪米尔根本不信他的说字 他又恼羞成怒 我意思说 如果再见不到德拉甘 就会把迪米尔的女儿扔到水里 这样可算是成功碰到迪米尔的逆龄了 他先是找到萨莎 将刚刚发生的一切告诉了他 萨莎也认定 托尼已经成了帮派里的内鬼 不过他没有忘记迪米尔交给他的事 顺利拿下了托管机构 可就在两人和园长达成协议 自信慢慢走出门时 一群埋伏在外面的神秘人 将他们绑走 与此同时 女警和男警 正在调查律所前的被毁掉的公寓 女警接到法医打来的电话 说是发现了一个 足以改变现状的线索 就是那枚被乌鸦险走的无名纸 上面的戒指 和德拉干日常照片里的完全相符 女警迅速反应过来 德拉干已经死了 迪米尔和萨莎被捆在一间仓库里 直到半小时后才被结绑 绑架他们的不是别人 真是鲍里斯 其实很久以前 他和德拉干是出生如此的好兄弟 无名纸上的戒指 是两人用赚来的第一笔钱定做的 一人一枚 有特殊含义 彼此分道扬镳的原因也很俗套 因为德拉干抢走了鲍里斯的女友 和喜怒无常的德拉干不同 鲍里斯情绪非常稳定 但越是这样的人 就越危险 不久前 德拉干在停车场 嘎了鲍里斯的德利手下 如今鲍里斯 就需要迪米尔交出他的行踪 但总不能让迪米尔坦白说 德拉干早就被扔进碎木机了吧 于是他转移话题 说德拉干的帮派出了内鬼 目的就是要搅起德拉干和鲍里斯的战争 然后渔翁德利 小算盘都打在鲍里斯头上了 他当然不会同意 但他也不是好糊弄得住 就给了四天时间 让迪米尔揪出内鬼的同时 也要把德拉干带到他的面前 自从迪米尔离职后 一直没有交还律所给他派发的车辆 同时好几次打来电话催促 迪米尔也懒得再回那遭陷的地方 就让同时亲自去他的公寓楼下去 刚躺到床上响小气一会儿 楼下传来了爆炸声 就差点让他吓得断魂 一看 汽车被炸成了废铁 同时惊魂未定 腿也软了 正依靠在车旁 这一看就是冲着迪米尔来的 还写事让同时当了替死鬼 晚些时候 女警接着调查的名义找上门 可由于迪米尔已经从律所离职 汽车也交还给了同事 按理来说 他早就不是汽车的随伍者 所以这起爆炸 跟他没有半毛钱关系 女警已经查到 扔进前台公寓里的那枚手榴弹 是罗马尼亚式的 早前在露天参观找到的那枚无名纸 距离德拉干名下的湖景别墅 仅有击斑密距离 而迪米尔又碰巧和女儿在别墅里待过 所以他现在 成了警方的学校检验人 并且 他还有一个致命的事物 那只会魔法人说话的玩具小鸟 还被他留在车里 爆炸后 他飞出车窗 落在地上 刚好被女警捡到 迪米尔掌握着德拉干的指纹 成了帮派里最有分量的角色 根据女警所说的罗马尼亚手榴弹 没花多少时间 就让德拉干的手下们 找到了前一晚炸汽车的男人 这个房间是德拉干生前 特意准备的审讯室 残酷至极 迪米尔只是看了一眼 并紧张地颤抖 好在正面课的呼吸法 同时也能应对内心的抗拒 在几次深呼吸后 他镇定下来 像真正的黑手党老大一样 发号势力 男人没穿过十分钟 什么都着了 他叫马尔特 专门给托尼善后的小弟 托尼以鲍里斯的手下闹事为借口 将德拉干骗到停车场 本来就是想对他扔一枚手榴弹 再把事情推到鲍里斯身上 在那之后 托尼就会创伪成为帮派老大 又能以给德拉干复仇为借口 吞并鲍里斯的帮派 两全其美 可惜人算不如天算 他的几模失败了 后来托尼发现大胡子查到了什么 还想对迪米尔告密 干脆让马尔特一不做二不休 并且托尼还让警局的内线 监听了迪米尔的手机 掌握他所有的行踪 这个内线 就是曾在律所停车场 燃下迪米尔的南景 律所前台公寓的手榴弹 以及占了迪米尔汽车的手榴弹 都是托尼吩咐马尔特做的 只是没想到迪米尔还真是好福气 竟幸运地躲了过去 审讯完毕后 竟然将马尔特关键地下室 此时距离鲍里斯给出的时间 只剩下三天 迪米尔已经想到了新的应对方法 他在几分旧报纸上圈出关键词 再盖上指纹印章 让萨莎帮忙 约帮派里的高层参加会议 地点就在托管机构里 德拉根的德雷干将总共有五人 分别管理不同的生意 迪米尔本意是笼络他们的心 一起孤立托尼 他手头未有德拉根的指纹印章 紧人又想把自己的孩子 送到刚刚拿下的托管机构 怎样对他言听计从 除了托尼 因为他的手头已经掌握了关键证据 就在参加会议之前 托尼从男警那里 拿到了难解关于无名者的线索 上面特别定做的戒指 事件仅有两枚 由此托尼认定 德拉根已经不再认识 但一直以他名义发号施令的迪米尔 又该如何解释 迪米尔冷静地分析 警方还没有通过DNA验证 谁才是手指的住院 你看 德拉根现在因为重罪 正在四处躲避 如果他取下戒指 再戴在别人的手指上 当警方在湖井别墅附近 发现一截同款戒指的手指 会怎么想 当然是借此断定德拉根丧命 停止对他的追踪 一番说辞降低了三位高层的疑心 唯独萨莎 他时常跟在德拉根身边 又总会看不出来 行招是否和德拉根相符 托尼不依不饶叫嚣着 让迪米尔证明德拉根还活着 这不是在给他出难题吗 关键时刻 萨莎发话了 他谎成今早和德拉根通过电话 而这份证词 更是让托尼颜面无存 托尼走后 迪米尔播放了审讯马尔车的视频 几位中心的高层瞬间 对托尼生了敌意 同意加入迪米尔的计划 深夜 送走其他高层后 萨莎对迪米尔说了一番 颇有深意的话 他不知道迪米尔正在做些什么 但没关系 因为他知道 至少迪米尔的头脑能比托尼的头脑 让班派里的兄弟们过得更好 这番话让迪米尔先行倍增 他没有任何防备回到公寓 却在看到许远的房门是愣住了 让人意外的是 托尼早就潜入公寓里 手上还拿着那玫瑰胶断置 他没有给迪米尔狡辟的机会 一枪托直接将其打运 五花大绑在公寓的椅子上 一股强烈的恐惧感涌上心头 这时 迪米尔又想到了正念课的呼吸法 教授告诉他 如果事情已经变得难以承受 那就在主观上放手 这种放手不代表着要放弃什么 而是切换视角 想想其他的解决方式 比如 交给别人 刚好托尼忘了收走迪米尔的手机 他利用语音呼叫功能播给萨莎 对方在托尼要动手的时候 即使持武器赶到 三人僵持不下的画面 正好又被服务生撞了个正招 这下人正有了 一旦闹出案子 谁都会吃不了斗志总 托尼之后走嘛 当然按照惯例 临走前他也没忘记撂下一句狠话 而其着去阻拦服务员的萨莎匆匆下楼 没有注意到一旁放弃的硅胶断据 在经历死亡威胁之后 迪米尔就以加速实施计划 他要在短时间内证明托尼有罪 并交给报李斯 其中还需要一个诱饵 诱饵的最佳人选 当然是紧急的那位男警 首先 迪米尔用被监听的手机 和萨莎通话 故意透露说托尼翘了男警的枪角 还精确地报出了酒店位置 男警当然不会允许头上绿光闪闪 当时就跳进了迪米尔 可以为他准备的陷阱 听见房间里传来的声音 男警再也忍不住 手持配枪发泄自己的怒火 眼看火候差不多了 萨莎赶紧让演员们归位 房门大开 当男警看到房间里正躺着两位陌生人 瞬间明白自己上了当 他是公职人员 却非法擅闯酒店套房 还显示用警局配枪 伤害了一对无辜的情侣 随便拿件事另一出来 都足够让他喝一壶了 既然诱导他上当 那肯定是需要他做些事情的 为了保救自己的仕途 男警同意听从萨莎的命令 给托尼拨取电话 透露说他的手下 马尔特 正被关在一间地下室里 两个小时后就会被审问 果不其然 接到消息的托尼 立马根据地址赶去地下室 为了使马尔特不再开口 他狠心对其下了手 这一幕 全都被迪梅尔 提前安装的监控拍了下来 托尼在想逃走实属困难 因为地下室的门早做了加固 听见对讲机传来迪梅尔的声音 他明白自己中了计 但现在反应过来 已经太晚了 他大喊着德拉干早就不在世上了 他已经完全信任迪梅尔的高层 根本不信他的规划 另一边 其他高层按照迪梅尔的指令 用原辆大卡载着南景的车 目的就是为了躲避沿途的监控 一路行驶到了100公里外 南景为了岳父的家 高层递上一瓶上好的红酒 以及精心定制的鲜花 让南景去敲向对面房子的门 向未婚妻求婚 远坑不远处一辆车开了过来 高层拎起他的衣领一扔 而事后 只需要用来时的大卡 在走诏书车辆 一切都神不知归不绝 与此同时 迪梅尔从妻子那里得知 女警曾到家里找女儿谈话 虽然什么都没问出来 但事情涉及到女儿 迪梅尔也不打算再毕业 警方在湖景别墅旁有了新的收获 狐狸打捞上被迪梅尔扔掉的皮带卡扣 女警对比德拉干生前的视频发现 确实是同一款没错 刚好迪梅尔约他见面 今天晚上就去报李斯 给迪梅尔的最后一天期限 为了防止女警制造其他麻烦 迪梅尔指出皮带扣这种东西 都是量产的 即使是在德拉根的湖景别墅旁发现 即使迪梅尔带着女儿去过别墅 那也不足以成为 任何能够证明迪梅尔犯案的证据 迪梅尔给女警开了一个诱人的条件 她随时会因为工作忙得很晚 醒来的保姆到点就走 经常会因为她拖延时间辞职 仅凭她在警局的那点薪水 负担不起偷管机构的费用 所以 迪梅尔有个好主意 只要女警不再执着于德拉根的案件 她便给出托管机构的录取名额 让女警这位单亲妈妈 能有喘息的空间 所以 家人 正义 她会如何选择呢 妻子也在询问托管中心的录取名额 权限一手掌握在迪梅尔手中 当然她是不可能知道 迪梅尔现在的身份 已经和黑手党老大无异 夜里 急着到迪梅尔和鲍里斯 约好的见面时间 几位高层在车上民运托尼 有说有笑 既有迪梅尔无比凝重 不知道是否能跨过几个坎 鲍里斯早早带着人在此等候 通过迪梅尔手里的审讯视频 他也相信就是托尼在捣鬼 用惩罚叛徒的方式制裁了托尼 到最后 他的音声狡辩都来不及发出 就变成了烟花 可接下来的难题是 鲍里斯要求见德拉根 怎么办 就在这时 天上飞了一架无人机 众人一看 这不是警方专用吗 并且拍摄的画面 时时传到了警局的服务器 鲍里斯刚才动手的画面 全被拍下来了 可他不会知道 其实是迪梅尔 让萨莎躲在一旁操控无人机 这样迪梅尔就有借口 以帮助鲍里斯逃跑为由 既能躲过警方的追捕 又能见到德拉根 不是两全其美吗 新的一天 没有阳光 但迪梅尔心里却一片晴了 教授曾告诉他 正念并不意味着闭上眼睛 只要在筋疲力竭时得到机会 重新充满店后 就会有一段时间可以好好休息 而这些时期之间的过渡 就像觉醒一样 顺及自然就好 迪梅尔已经坦然接受 萨莎给他的新称号 老大 偷管机构迎来了不少孩子 其中也包括女警的孩子 他在仿佛思考后 确实明白没有证据 能够坐视迪梅尔的罪 坦然接受了他泡来的橄榄枝 迪梅尔化身双面律师 白天是正义的化身 一晚就回到新租的办公室 用德拉干的身份 对黑手党发号施令 可就在当晚 你已经转头看见被他遗忘的 汽车爆炸现场的证物 玩具小鸟 虽然已经故障 但他还是模糊地重复着 我把我的客户塞进了罪目机 而这个玩具 此前是放在迪梅尔的车上 看来事情还没有结束 后续的发展 也只能期待第二集上线了 正念谋杀第一集 完 毫无疑问 除了悬念之外 这里掺杂了不少家庭的因素 迪梅尔和女警这两个相似的角色 让我非常感兴趣 开头同样都是以正义为化身 一个不得不接下黑手党的脏火 一个在最后也同意让步 错失他们改变观念的重要因素相同 孩子 只是不知道 女警得到新的线索后 又会如何选择 在这里猜测一下第二集的走向 第一集里将迪梅尔 描写成一个精英律师 头脑发达 这伤超群 可以说没有他拼不了的事 单这样一个人 为何甘愿在律所里被针对 被排挤 忍了这么多年才坑反击 以他的才能 不应该会有更好的发展吗 那有没有可能 第二集会深挖迪梅尔的过去 如果说他曾经历过一些 足够造成创伤的往事 导致他故意去选择黑手党这种客户 用给他们评乱来证明自己 这样是不是就能说得通了 不知道大家是否注意到 距离反复出现过几处动物的镜头 例如第一次出现在 古井别墅窗台的乌鸦 传言说乌鸦能吸到死亡的味道 因为乌鸦的嗅觉和视觉非常灵敏 能清晰感知到腐肉的存在 它的出现 其实也是照射了德拉干的结局 同时乌鸦也被视为危险的象征 而它被断指信再次现身之后 可以说是迪梅尔差点翻车的关键 毕竟如果警方和托尼都没有发现断折的存在 迪梅尔的计划会顺利得多 另外就是男警被推下马路 以及马尔特嘎的时候 身边都出现了小爬虫 这样的象征好理解得多 在权势面前 他们这种被利用的人 就像虫子一般 弱小且微不足道 随时可以抛弃 正念课堂里有这样一段话 我们总是必须假设 某些事情的发生 是造成压力的主要原因 只有当你将不必做 不想做的事情内化于心 才能够真正得到自由 但事实上哪有绝对的自由 迪梅尔为了得到陪伴女儿的自由 学会关机 可每当打开手机后 依然是一对繁琐的攻势 他想摆脱托尼和警方的追击 隐瞒德拉甘已经离开人世的事实 追寻属于他那份宁静的自由 但事实上 他不得不做一些极端的事 一步步隐瞒心中的秘密 最后即便获得了帮派高层的认可 可一旦东窗事发 难保他是否还能脱身 从另一个视角来说 正念课堂确实重组了 迪梅尔的人生观念 让他在专注的状态下往前走 目前来看确实是走上了人生巅峰 可世上没有绝对的自由 试图挣脱捆绑自由的枷锁 往往也会被另一个枷锁束缚